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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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这个包丝的烽火系诸侯 几乎可以说是红颜祸水的经典代表作 除了这两位有名的王国美女之外 另外还有被认为王调无国的西施 把唐朝搞得乌烟瘴气的杨贵妃 还有陈元元啦 赛金花啦等等 整个中国的祸水浩浩荡荡 几乎是历史有多长 红颜祸水的故事就有多少 首先我们来说说这个打击 话说啊 商咒王是个非常暴虐的君王 他的暴虐呢 据说就是从这个打击来的 那这个打击啊 有点怪怪的 他只要看到一些酷刑啦 或是听到犯人的惨叫声 就会笑得很开心 嗯 就是我们以前常常念到的格格的笑 那这还不打紧哦 伤脑筋的就是这个商咒王呢 为了要看打击格格的笑 居然就开始滥用酷刑 那想你知道这样的暴君很快就被推翻 当然也就灭国了 讲到打击啊 就不得不再讲他另外一个故事 酒池肉林 大家听说过吗 这个商咒王啊 整天和打击玩得不亦乐乎 还想出一个莫名其妙的发明 商咒王在魏州 就是陷在河南省的旗县 弄了一个池子 里面呢 不装水 装什么呢 他装酒 弄了个酒池来 还不打紧 池子边啊 还挂着各式各样的肉类 每天来这里喝酒啊 吃肉 开心玩乐的人 可以多达三千多人 说实在的 我也挺佩服他的创意 还真想想问问商咒王 是不是看了童话故事糖果屋 才有这样的奇想呢 总之呢 这个酒池肉林 最后就被拿来形容某些人的生活 极度的奢侈 浪费 我想一点也不为过吧 再来啊 来讲讲这个包四的故事 说也奇怪 古代的君王怎么就这么爱看人格格的笑呢 万一这个美女不笑又该怎么办呢 这个包四啊 就是那个打死都不笑的美女 唱歌跳舞她不笑 讲笑话半小丑她也无动于衷 那就该怎么办呢 话说啊 在西州的时候 为了要防范西边的犬戎部落来侵扰 政府呢 就在浩金附近的离山一带 修建了许多的烽火台 一旦发现被犬戎入侵了 士兵呢 就会在烽火台上面点火生烟 诸侯看到这样的信号就知道要赶到浩金 帮忙对抗敌人了 那这个周幽王啊 为了要看包四的笑 竟然在没有敌人侵扰的状况下点了烽火 这下好了啊 各地的诸侯呢 都以为天子有难了 赶快冲啊 跑啊 急急忙忙的来到浩金 后来呢 才发现自己根本就被耍了 这个包四啊 看到各个士兵匆忙的样子 帽子也戴歪了 全身这样灰头土脸的囧样就放声大笑了 诸侯们呢 发现自己被耍了都非常的不满 但接下来的几次发现有烽火信号的时候 这些诸侯呢 还是会赶来帮忙 这样一而再 再而三的被耍个几次之后 最后啊 浩金真的被入侵了 跟放羊的孩子这个故事一样 周幽王点烽火点到都快要火灾了 还是没有人来救他 因为这些诸侯啊 都觉得周幽王一定又在戏弄他们 所以呢 完全没有人来支援 最后周幽王就被犬戎杀掉 西周就这样灭亡了 因为这两个故事啊 红颜就被认为是灭国的祸水 今天的两个故事 最后的结局都不怎么好 接着跟大家分享一个正面的小故事 就算没学过书法 你也一定知道严真卿 他写的一首好书法是靠起面来的哦 除了用光好几坛的清水来磨磨之外 有次他太太拿了馒头给他当午餐 他手也没洗就拿馒头吃 但因为他太认真练字了 手都是黑的 所以他的白馒头就变成巧克力馒头了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 勤奋勤奋再勤奋就是进步的不二法门 至于红颜祸水嘛 历史的真假 我们不能现在就评断 但或许我们可以好好的想想 我们是不是也会为了一些小小的事情 鼓了大事呢 现在我们休息一下 等等在自助旅行 Gino会告诉我们和言有关的英文片语 而在自成一家 他也会和我们分享 对岸所说的铁杆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 不要走开哦